經過今天討論之後 扶貧委員會通過關愛基金撥款 支持在今年之內增設三間社區客廳 第一間位於土國環 實用面積6,900呎 第二間位於紅磡 實用面積3,200平方呎 第三間位於南昌 實用面積2,200平方呎 談到已經啟用了深水埗的社區客廳 我們預計這四間的社區客廳 計算在內 一共可以提供服務給1,750個劏房戶 全年我們應該可以安排到 有27萬人次的服務 我們的目標是在全港劏房戶集中的地區 都有社區客廳 我們希望更多的地產商加入我們的計劃 增設社區客廳 讓更多的基層家庭受惠 在在校貨後托管服務計劃的情況是怎樣呢 至至今年2月計劃已經有超過50間小學參與 位於九龍城、游尖旺、深水埗、觀塘、葵青、 全灣和元朗區 一共我們提供大約3,000個服務的名額 我鼓勵有需要的家庭和家長 積極參與在校貨後托管服務計劃 政府會聯同扶貧委員會 也會持續檢視這個計劃的推行情況 在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作出一些改善 希望更加貼合我們的學生和家長的需要 出門的字幕 讓開放 作詞・文藏通人的婚姻